听风的声音 看世界转动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副总 我们今天从什么新闻开始 今天我们可以看看上礼拜国际新闻一个焦点是在英国 有过去的荣光 也有即将来到的危机 我们要从哪过去的荣光开始谈起吗 对 我现在要缅怀一下历史 因为上礼拜的4月23日是一个大日子 就是英国大温号 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 400年的祭日 你知道那天我就看了一个新闻说那天是世界国际阅读日 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这一天 我现在答案终于揭晓了 因为这一天其实除了莎士比亚之外 还有另外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 就写唐吉赫德 唐吉赫德好像是西班牙作家 他是在4月22日过世 不过一般西班牙人都是在他安葬的那一年4月23日 23日纪念他 所以4月23日这一天是非常伟大的一天 两位欧洲伟大的作家莎士比亚跟塞万提斯 都在这一天纪念他们的祭日 其中我们更熟悉的应该就是莎士比亚 不过谈到莎士比亚大家都会这个偶尔还会来个一两句嘛 这个然后上口什么to be or not to be之类的这样的台词 不过呢他怎么讲要谈到他最重要的价值和战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莎士比亚呢 莎士比亚当然你要我们要观察要了解莎士比亚 最重要的就是要读他剧本 37部 37部 37部伟大的作品 莎士比亚比较特别的是 就是最近看到这样的一个评论评语 就说莎士比亚其实并不太宣扬什么族裔什么信仰 我们很少去直接描述说莎士比亚是什么什么族裔者 但他真的重要可贵的地方在说他呈现人生 用非常鲜活非常深刻非常动人的方式 各个方面来呈现人生可以有什么样什么样的情态 不管是贵族还是贩富走族 不管是悲剧还是喜剧 是 不过好有趣哦 我看到有一些分析他是讲说 他反而变成是工人啊女权运动 后来就变成这些人的这个象征人物哦 这是怎么样会有这样一个转变呢 那其实就是因为他三十七部剧本 那其中当然有国王有神话人物 有传奇有历史人物等等 那也有许多平民也有许多凡夫走族 就是说你不管是在哪个阶层 哪个阶层是做什么样的职业 甚至在不同的文化 你都可以你都可以在莎士比亚中找到跟你可以映射的对象 是哇这也是他这个剧作量非常的大哦 我看到那个这个有人把他算了一下 平均他一年一年哦就可以写出一点五部的这样的剧本 是很惊人哦 而且更特别的是一般认为说 莎士比亚其实并没有受过多少正式的教育 更别说更别说他更别说好读过大学等等 所以甚至历史上有很多怀疑 很多人怀疑说这个莎士比亚其实根本就是一个笔名 哦 OK 其实根本真正的莎士比亚是另有其人 哦 有人说是当时的一个英国的贵族 哦 有人说是另外一个当时一个英年早逝的大作人 哦 另外一个大作人叫马罗 哦 这哪有人说 嘿 这个其实你们都搞错 哦 真正的莎士比亚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哦 他用笔名写剧本 这有点夸张啊 非常有趣 哦 哎 不过呢 我们知道好文人相亲啊 哎 莎士比亚在自己的国家或者说在文坛上面 是不是有些人也很不以为然呢 当然啊 当然就是批评你的观察的角度可以很多很多 是 不过就全世界而言 真的 今天我们假设一个状态 今天如果说我们要跟外星文明接触 那我们地球要介绍几位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家的话 我想那莎士比亚绝对入选 哇 绝对是最重要 好 看得出来他这个值得称颂的地方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说英国 对英国而言 莎士比亚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化大使 是 像他们那 像莎士比亚当年工作的那个环球剧院 现在还在运作 环球剧院从2014年以来 他就带着莎士比亚最有名的作品 哈姆雷特或王子福手记 寻回全世界的演出 而且寻回了197个国家 是 就是让很多从来没有看过莎士比亚的人 这个社会也能够领略这位伟大作家他的魅力 好 像我们那个台湾也有把他那个剧本改编成欲望成国嘛 对 其实也是有被影响到非常多了 不过这个因为400年嘛 那今年英国是不是有很特别的做了一些活动呢 那英国真的全国都在封杀世界 啊 是哦 OK 对 包括在伦敦他的那个Glob Seat 他的环球剧院 还有他当年活跃了伦敦的那个Bankside 是 Bankside 南岸地区 还有包含他自己的他自己的那个老家 都有很多很多的纪念活动 那我们也看到数位时代 所以很多人就用网络的方式来纪念他 然后光是他的那个APPAPP应用程式 今天就有就有好几个很有趣很有趣的 你可以在上面看那个演员演出或者念诵 莎士比亚的对白 你可以查各种莎士比亚他的那个名句金句 就是说我们庆祝纪念缅怀莎士比亚 也随着时代而越来越多元化 哇 非常多元 不过呢 今年就是说 如果你有这个机会到英国去的话 千万不要错过啦 英国应该会有很多相关的纪念活动啦 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去的话 刚刚副总也提供你一些 这个可以亲近 或是这个了解莎士比亚的一个管道 科技越来越接近人性啦 好 接下来副总呢 对 这样我们来也算是一个历史事件 不过这个人物还在世 是 就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OK 她呢 也在上个礼拜欢度她90岁的 4月21日 90岁的大首 好 这是很不得了 那个 不过呢 我一定要问一个 可能一般人不太理解的问题啦 这个英国呢 应该算是号称是老牌的民主国家 对 民主发展到这个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 为什么英国人还这么支持王室 而且这个君主立宪这样的一个制度 不可撼动 到底是为什么呢 那我想基本上就是英国这几代 大家知道英国从当年的日不落帝国 到20世纪 然后经过两次世界大战 然后逐渐的没落 在这个没落的过程中 一方面他们的议会政治继续蓬勃发展 那另外一方面他们的元首 最高元首国王 国王从两次大战期间一直到战后 国王始终能够扮演一个安定人心 一个中流砥柱 但是又对政治保持绝不干正的一个中立的 高高在上的态度 所以始终能够维持大部分英国人民 对他们的爱戴 不然这样的君主制是不是近来 已经有一些少说不同的声音出来了呢 当然一方面伊莎白女王二世 基本上大家都普遍都认为她扮演角色 非常非常成功 称职 非常非常成功 不过她 当然英国内部还是有一些所谓的共和派 是 共和派人士 就还是认为说 其其认为不以为不可 认为说王室已经是上个 是上个时代的遗迹 必须加以铲除 那另外一方面 那其实现在他们也面临一个 可以说是危机 因为将来要即位的查理王储 是 他已经等了 等了六十几年 差不多六十几年王储 这也是破一个纪录 是破纪录 就等当国王 等了六十几年 那将来一个查理王储 有可能会是争议性比较高 是 因为这个查理王储 他向来比较喜欢表达 他对社会议题 文化议题 甚至对政治议题的 是 他是不是能够再 能够再继续维持 他母亲 母亲的那种崇高的地位 这会让英国人 有点担心 我记得上次 好像就是查理去 这个好像是会见的 还是说对西藏问题 表达了意见 所以引发了中国的关注 这个就是一个证明 不过因为这个 现在就是每一年 王室要花一亿英镑 所以很多人也很有意见 未来王室会怎么走 其实我们这个再看下去 不过刚刚谈到英国女王 真是看尽人世沧桑 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不过他到现在 还是这么令人爱戴 我们要怎么样去观察 他过去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表现 我想一方面他女王 大家最成功就刚才讲的 他始终 其实你英国 因为毕竟如何 无论如何 虽然不再是日波罗帝国 可是他在全世界 尤其在欧洲 还是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英国的内部 各种各样的社会议题 政治议题也太多了 但是女王始终能够 站在这些争议 站在这些争议之外 但是在国家面临危难 面临动乱 甚至像几年前 面临恐怖攻击的时候 他又能够扮演一个 安定人心的 叫一个其实 祭司国王 但跟他女王角色有关系 祭司国王 又是好像全国人母亲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就是他的那种分寸分济 始终维持得很好 还有虽然英国王室 这几年来 很多成员也是风风雨雨 包含他的儿子在内 但是就他本人而言 就伊莎班女王本人而言 我们始终可以说是 无懈可击 是 但如果他对于这个 苏格兰要是脱离英国 来发表谈话 会不会被攻击啊 我想大概 如果不到最后一刻 真的就是 主王牌 真的就是 真的就是苏格兰 已经已经 已经就是那种 脱离的态势 已经很明显了 我想他大概不太 他应该不会轻易表态 而且其实苏格兰 在去年举期公投的时候 他们其实也讲 就是说 离开脱离英国之后 他们还是会奉女王 或者英国国王为最高 为最高元首 哇 真的很不得了 OK 好 这一次这个生日晚宴 他这个 所有的王室成员 几乎都到齐了 所以呢 这也看得出来 他算是很有福气 中国人的眼光来看 所以我们这个 还是祝他生日快乐 OK 好 接下来呢 刚刚讲到脱离这个英国嘛 事实上 六月份不是脱离英国 是要脱离欧洲 OK 欧盟 OK 这个 现在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最新的状况 那脱离欧 好 那个脱欧 好 脱欧跟翁头 跟同好单 现在在英国内部 就造成一种撕裂 是 力量是要脱欧 要离开的 那另外一个 就是权力要挽留欧的 就是那种 双方的那种 你可以说 Campaign一种那种竞选活动 类似竞选一样 已经在四月份正式展开 那现在双方都 都能够全力以赴 那比较特别的是 上个礼拜就来了一个 就是 鼓吹英国流欧的 一个重量级的说客 那这个说客不是别人 就是美国总统欧巴马 亲自到英国 而且亲自 呼吁恳求英国人 就拜托拜托 你们一定要留在欧盟 哇 这个他被这个 一欧跟脱欧派给骂死了 好不过呢 来看一下 欧巴马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那个我们一定要问一下 这符合美国利益吗 我想再绝对符合美国利益 因为英国是在 是美国在欧洲 最重要的一个盟邦 是 他们直接称之为 英美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 就是跟美国与德国 美国与法国 美国与其他欧洲国家 完全不一样的 一种特殊关系 是 所以英国在很多方面 等于说是美国在欧洲的代言人 美国要推动任何跟欧洲相关的重要政策 重大政策 那英国都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帮手 是 所以就美国而言 他当然希望英国继续跟 留在欧盟 继续留在欧盟 继续影响欧盟的决策 甚至在欧盟之中 帮忙美国 宣扬美国的理念 甚至保护美国的利益 所以英国留欧 对美国而言 非常重要 有些人讲说 英国脱离欧盟 对美国也不见得是坏事 第一个说 这是利空出境 可以加速欧盟一体化 第二个就是说 他脱离了欧盟之后 反而脱离了欧盟 对于经济上面的一些规范 反而跟美国合作的空间会加大 您的看法呢 目前其实这样的脱欧 其实对美国有利 这样的观点也有人论述 也有人论述 不过基本上就是 因为英国留在欧盟 就是一切这种道路 一些做法 大家都看得到 大家都知道说怎么样运作 那脱欧之后 其实又是另外一种 完全另外一种形态 当然有希望 有新增的希望 有新增的机会 但另外一方面 也有相当多的风险 是 所以就英国跟美国 它目前的统治阶层 领导阶层 他们政府阶层而言 他们当然还是希望 play safe 还是希望继续走 这个已经走了几十年 基本上没有太大问题 这样的继续做 这样的运作模式 不过您看欧巴马这一次的谈话 有加到分吗 其实目前还很难讲 因为 当然要看最新的民调 目前还没有出来 以目前的 4月份的民调来看 其实脱欧跟 在英国内部脱欧跟留 其实声势几乎是不相上下 到6月23号 6月23号正式公投投票 那天之前 其实都还有相当大变数 两方都要非常非常的拼 是 卡曼隆还有抉招吗 目前看来 可能就希望 欧洲 欧盟那边 就欧洲本土 欧陆那边 不要再出大事情 因为那边 比如说像前阵子 空公之类的事 空公 那其实对英国 对留欧派 留欧派就相当伤 是 而且可能也希望 就是欧洲的 移民难民问题 能够尽快 获得一个 比较好的解决 不过这个 未来这个发展会怎么样 这个恐怕 英国现在 这个变数还是蛮多的 对 未来我们要怎么样看 这个 现在我们可以观察到 就是说 反正6月23号 就要公投了 对不对 已经有在分析吗 这个万一脱欧的话 究竟会对欧盟 或者是对于英国 会造成什么样 负面的影响呢 对 目前看起来 英国好方便 是认为 其实脱欧的话 对英国的影响 会比较大 OK 对英国的影响 会比较大 包括英国 能够吸引到的国外投资 包含英国人的 那个就业机会 这边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那个 那因为美国跟欧盟 现在正在谈一个 那个自由贸易协定 TTIP 对 那英国如果脱离的话 他英国照理说 要跟美国单独谈 是 但是欧巴马就已经讲得很明白 如果要单独谈的话 可以 虽然我们是盟邦 但是你那个优先随序 会排到很后面 很后面 搞不好十年之后 十年之后才会有眉目 不过现在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情 美国现在到处跟人家谈这个 什么TTIP TPP 现在要更好 讲英国这个FTA 问题是美国现在目前都在选举 变数也很多 而且就是美国现在两个总统 都在反TPP 那未来究竟会怎么样呢 如果以现在美国选情来说的话 那个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 不管是TTP 还是说美韩 或者非美自由贸易协定等等 基本上现在都是票房毒药 对啊 因为美国的蓝领劳工阶层 现在就是把FTA视为万恶元首 你看这一次就是那个欧巴马 去德国访问的时候 德国内部也是一大堆人在反对 还游行 对 所以这个未来 就是说会有没有可能 我不知道啦 就是说 有没有可能最后这个 原来TTPP现在都签约了 然后到最后美国这个领头羊 结果国内不通过 有可能吗 其实绝对有可能 因为这TTP医院必须经过参议院 参议院必须投票表决 而且是包裹表决 你不能修改任何一条条文 那以TTP现在的 目前的已经谈定的内容来说 现在要通过参议院表决 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是 OK 所以未来这变数太大了 这个讲了半天 如果绕了这么久 大概讲 TTPP是个战略目标 结果到最后变成一场空 哇 那真的是一个笑话 那我们不过呢 我们再看看后续 到底会怎么发展 好 今天我们就非常感谢 风传媒的副总编辑 言句语的深度分析 谢谢副总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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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